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5月5日 今天海外的万维网转发了一篇消息 也就是来自于这个中共大外宣 多维网一篇文章 这个大纪元把这个文章的内容 做了一些分析 按照他们的愿望 因为很多人都希望中国有所改变 心情可以理解 这篇文章讲说 现在离这个二十大还有一年多的时间 说有关习近平连任 以及高层变动的问题 已经备受关注 有大外宣日前故意放分了 中共政治局在二十大的格局变化 当中暗示 李克强王虎宁汪洋赵乐际可能连任 李克强或在次年转任人大委员长 这篇文章是这样讲的 那么我也看到那篇文章了 我仔细看过了 他讲到他说 25个人员组成政治局 说按照惯例下届政治局 这个二十五人名单 直到中共二十届第一次 这个一中全会召开 方向揭晓 但一些特殊安排与中共高级干部的圈子的相对性 还是释放了一些信息 这个文章讲到说 除了习近平在二十大连任 毫无悬念 被视为弱势总理的李克强 他是155年出生 和我同岁 虽然年龄未顾红线 但因为已经连任两届总理 按宪法规定不能不转稿 文章举例 曾经与江泽民大党的李鹏 就在连任两任总理以后 在98年转任全国人大委员会委员长 那就说他的意思 李克强能当人大主任 李克强要当了人大主任 坦率来讲 如果共产党那时候还存在的话 不发生战争 比较有利于中国 也有利于共产党 那就说明共产党 或许还能存在一段时间 因为李克强较至于习近平 还是性格来讲 还是比较内敛 比较沉稳 不那么虚妄 这习近平太低能了 要狂妄自大 要霸道 但是我认为 这种可能性是极低的 为什么 第一呢 海外多媒网 可能有些人不了解 我还听说过 他是什么 他是制定一个大概的宣传的方针政策 因为他如果是和官媒一样 一模一样 没人看了 当年他买些这个 从别人手里买的 买些这个多维的目的 就是什么 便于像海外 输出这个红色意识形态 只是骗的手法高明一点 有什么呢 还要搭搭擦边球 讲的这些 鸡灵狗碎的政治八卦 不得眼球吧 你看他的文章的主题思想的 都是给中共做宣传 这也毫无疑问 这手法是灵活一点 如此而已 再加上什么 他这个有钱嘛 经济基础 后世 给他写稿 你看大部分都不署名 或者是都笔名 为什么 写稿的人就是为了拿的稿费 生活吧 因为那稿费可能高一点 不管什么人 首先得生存 这个可以理解 就像现在你看那个光川美 为什么写的人这么多 他因为他现在有稿费了 这是好事 我昨天也讲过 我要讲的是什么 由于这个有利可图 就是这个多维这文章的很多 但是大体的内容都差不多 都按照他们的口径 他都经过编辑修改 那么投稿人未必就能代表中共 什么故意方分 李克强转任到人大 我认为这个不能说是故意方分 那只能说作者自己 有这么个想法写出来 这个多维网一看也行啊 也不太违微宣传防诊 就给他发一发 就如此而已 不要太看 太这个过度解读 过于解读 那么这是第一个 第二我认为 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除非有一种可能 就是习近平 二十大之前受挫了 那就是一个很大的挫败 你看他现在把这个人大常委会 人事任命的功能 授权拿到手了 这就表明什么 栗战术 王晨在退卸之前 肯定要下很功夫 就安排自己的人马 他怕遭到整肃 因为习近平这一伙人上了以后 已经清楚了可以看到 是新的权贵腐败集团 和其他一样腐败 你就看媒体报道就很详细的 他也不敢回击人家 而且抓黎智英 就证明那是真的 假的女人们 大豪宅都是真的 假的话 他就不会抓黎智英 下那么大功夫 连夜匆匆忙忙 通过国安法 成立国安委 不是什么出于公信的 你还以为他出于公信 你就可以彻底的跌眼镜了 他都是为了个人利益 越是腐败贪婪的人 越怕就是身后事 一旦上来的人 这个整得怎么办 所以他要这个授权 就准备在 这个空缺 这个缓冲企业 马上就到了20大了 就是一年多 他要肯定要利用这个权力 要免掉现在在副总理位置上的危险人员 目标是胡春华 不是刘鹤 也不是孙春兰 孙春兰给习近平立下汉马功劳了 年纪也大了 又是女性 吸引防备的时候 就是他的团队最怕就胡春华上身 胡春华要上来 他肯定要整他们 因为胡春华连结 他在内蒙古靠这个陈敏尔的秘书 大秘 刘启帆担任那个纪委书记 整了很多人 把这个史带峰架空了 把布小雷吓倒了 62个厅纪干部抓了 目的就是指向主要指向胡春华 那么也捎带着老陈 这个刘云山和乌兰富家族 但那些意义不大 主要是排除阻力 阻力就是主要是胡春华 假如在这还有一年的时间 他拿不下胡春华 就证明他挫败 那么他挫败也可能败得很彻底 就是说李克强如果是总理了 那胡春华在 李克强是委员长 人大委员长 胡春华要是总理的话 那西民这个团队基本上 就是我认为就讲的是很危险 他轻易不会做出这个 这不凑齐 就对他来讲 除非是他无能为力 现在有这种迹象 也不能说没有这种变速 因为他这个把中共给整到这个地步 估计那些老头老太太 元老们也是感到恐惧 实在是害怕 不用讲说军事打击 你就冷战就行了 脱钩 孤立他 他经济上垮掉了 很快就垮掉了 党内你看都到什么程度 都可以看出来了 说这个李克强 和他在公开场上 已经表面化了矛盾 经常这个不同调 军队你看就抓宋学就说明什么 这个内斗紧张到什么程度 对不对 你再看他和民营企业家的矛盾 马云马化腾这些事 国际上更不用讲 或许是这个结果 但现在看 他拿到这个国务院 这个人大这个权力 就是世界非常紧迫 他肯定在这个期间要整掉 要想办法 要做出事来 如果他不做 你想 李克强又当人大常会主任 那不就等于把这个权给李克强了 那李克强呢 高兴回来 是吧 现在看来 好像给我感觉 习近平不是这样想 他想连任 他或许退军委主席 然后李强是书记 这个陈敏尔是总理 或者陈敏尔是书记 他李强是总理 他给所有的钱都拿到手里 就他洗下去 把占所有的位置 这样才能保证什么 第一 他们探这些钱 包括这个 陈敏尔在贵族搞了400亿 这个事不必整肃 也要保证什么 保证栗战书 这些人 还有习近平 他的姐夫 这些腐败问题不被整肃 他保证 否则他授权给人大干什么 他不傻吗 给对立派了 不可能 所以这下一个一年 将有大好戏看 这个好戏还伴随着 伴随着美国对中共的追责索赔 因为郭文贵很厉害 郭文贵他这个搞的 推出这个严厉梦的报告 这个绝对是 我跟你讲 这是灭共的一个戾气 这个越来越清晰 很厉害 这个对接 他的话 他垮掉是可能性是很大的 那么这篇文章也讲到了 这个栗战书的年龄 韩正的年龄 这两个按照年龄来看 自己要退了 是吧 但是这个习近平办事 他也不是按照常规 他为了挽救自己这个即将垮台的命运 他是那是十半八五一 十半八五一 都拿出来 贫金老命 不在乎什么程序规则 你看王岐山都多大年龄 他还给他整个副主席 对不对 除非我刚刚讲了 就是他彻底挫败 那他没有办法了 只好顺遂推轴了 但是这个可能性恐怕比较小啊 你看他这篇文章讲到了赵乐际 这个年龄是五七年 还有机会 汪洋五五年 说是这些人不会离开啊 这个这是从年龄这个角度 比较形式化的机械的想象 其实习近平是不按常理出牌 只要他有一种可能 只要他有一种种一点点可能 他都会这个一直靠到底 因为他没有办法 你想他怎么办 他和别人不一样 别人要如果推下来 没有大的问题啊 没有权 物质物权 就是安度晚年 他不行啊 他这个十八届得罪就四百多个 这个部级干部 你想 十九届你更不用讲了 出现这个 这个人类病毒共同体了 你想不仅是护外还是党内 党内呗 护外全世界了 你想想 所以美国 美国现在战略已经非常清晰 只是这个拜登啊 是一个成熟老辣的政家 玩的多好 就玩的多妙 就是不像川普那么直白 弹道直入 他是准备在国际上寻求联合体 两次世界大战都不是国和国之间战争 都是两个联盟直接的战争 这个太史已经形成了 这是很可怕的 即使基辛格哀鸣也没有用了 这个主要是习近平造成的 习近平也没有路可走 就是党内你说他让李克强 他自己退下来的话 你想你想要他对立派 肯定要整他 那整得更狠了 那就是要你清晰的推出 这个新冠这个负责的 这个主体就出现了 那你就 对不对 这个将来很 很这个负面的 他要是硬顶下去吧 就是面临着美国的局势打击 说那些是双重的 这个职员自己就是2012上来以后 他没有一种就是获取外界的完整准确信息的这个途径 靠马屁性一捧 他什么也听不到 这个得以忘形 越走越偏 最后走到极端了 你就像包括修改党史这个事 实际上是把它整个摁在一个这个 这个无法这个为自己解脱的这个坑里面 为什么这样讲 你想 前三十年的罪恶 毛泽东的罪恶 和那些专制统治者的罪恶 背在他左肩上 后三十年 他自己的罪恶又接上 那整个完蛋了 129页党史修改这些事情 大势头压在底下完蛋了 邓小平就很聪明 毛泽东的罪恶我不承担 对不对 这个 我只要 要再做一点比较聪明的欺骗 就是 还有改革开放 还有 求是 还有三七开 那习近平傻傻的 这个王沪宁手下组织这些文人 就整个把这个共产党罪恶 全罩他头上了 他就扛起来 他真是像他自己讲的 二百金麦子 是多软山里 山路不换街 他没有那个能力 用那个 这个 这个 古人讲的话 利小而博大了 是不是 所以垮掉 一件事是非常可悲的 没有办法 所以他这个第三任 如果他上去 第四任 他只有模仿 就是北韩了 就往死里干 干到最后 灰飞烟灭 结局是 下场 是很凌人 就悲叹的 为后代人们 而嘲笑 没有办法 那么今天 还把其他节目 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 再见